在天庭百万大军的强势讨伐之下 花果山非但没有丝毫的未存 而还将战局给打到了一个僵尸的局面 可就在刚刚 无耻之徒广成子居然利用山河设计 将所有人都给收了进去 至此 花果山的希望就落到了 仅存的杨检等三人的身上 这该死的广成子 还真是居心叵测 居然困住了这么多的人 无非就是想要给其他人 攻破花果山的机会 万幸的是二哥你发现得早 所以我们才没有被收到 那山河设计图里面去 现在 只能靠咱们将大家给救出来了 两位前辈 灵力恢复的差不多了 请你们牵制住其他人 广成子就交给我吧 没问题 局势不利 敖天和硬天也不再隐藏 瞬间就爆发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 向着天庭军队的方向冲了过去 看到此情况 围绕在广成子身边的五个顶尖高手 也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所以敖天和硬天站成了一团 广成子 给我打开山河设计图 想要我打开山河设计图 简直就是做梦 另外我是产交的二代弟子 与你师尊同辈 你理应叫我一生师伯 现在却跑来和我作对 少特喵的跟我掏尽火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已经与御顶真人脱离了仕途关系 你想要活 就把山河设计图打开 放所有人出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既然如此 那你就别怪本真军我心狠了 天地黄斩 断仙刃 在连续的攻击之下 广成子根本就不是杨简这种天骄的对手 只见他转头向着后面看了一眼说道 特喵的 这才多久不见 杨简这个家伙居然又变强了 难道花果山真有那么好吗 人人进去了 都能获得巨大的提升 不过这些都跟母无关了 还是先跑入逃命间 心念一动 广成子顿时就将半空之中的山河设计图给收了回来 转身就驾云而逃 但就在下一刻 一道蓝色的力量波动瞬间就将他给笼罩在了气中 整个人顿时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给压到了地面之上 领 领域技能 你竟然也领悟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借用先天领宝神兵提前领悟领域技能 在我们花果山早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倒是你广成子 原本也可以动用领域技能的 只可惜 你的朱仙剑没了 听到此话 广成子的心里顿时一沉 因为他的一切都被杨简给看穿了 随后便不甘又无奈地说了 我可以打开山河设计图将人给放出来 但你要保证让我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 杨 杨姐 你要干什么 崔董山河设计图的法门我也懂 当初在封神之战时 女娃娘娘曾将她借给我用来降服妖孽 后来封神结束 女娃娘娘将她赠予了玉帝浩天 嘱咐她善待天下万族 尤其是对妖族要网开一面 可没想到你们竟然敢用她来对付花果山 实在是该死 不 你不能嘎我 不然我师父原始天尊不会放过你的 广成子的话语戛然而止 被子殿惊雷几点轰尝了渣渣 至此 天庭百万大军的元帅 形神俱灭 彻底陨落 原始天尊的徒弟 咱们花果山打了也不止一个了 也不差你这一个 特妙的 本座的弟子又嘎了一个 这该死的花果山 要不是红军盗祖特地交代 我们不能出手 本座非得将花果山给轰成碎片 现在也是时候将兄弟们给救出来了 随后 只见杨检双手的叠印 山河设计图顿时就显现了出来 紧接着 一道道人影筒里面冲了出来 然而就在双方的大军逃出来一大半的时候 一股一肋的波动从山河设计图之上传出 发的一声落入到了一个人的手中 广成子 真他喵的是个废物 百万天君 加上这么多的心神 连个花果山都打不下来 还把性命给丢了 玉帝浩天一直都在关注花果山的战况 一见到广成子不敌二郎神杨检就直接赶了过来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这让玉帝又多了一个三界之人笑话他的打理 不过 这山河设计图 也够花果山吃不了兜着走的了 随后 只见玉皇大帝打开了山河设计图 将天庭剩余的天兵都给放了出来 而花果山的妖兵们却还有七八万人被困在了其中 看到此处 花果山的众妖王们不由得及了 向着玉帝大声的贺道 玉帝老二 有种就堂堂正正的较量 把人给我放出来 放人 他们是人吗 不过就是一群低贱的妖族罢了 另外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面前大呼小叫的 即日 朕就要让你们全部覆灭在此 一个不留 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三界之主 看来还是得靠实力说话 杨大哥 莫白 咱们一起上 将剩下的兄弟们都给救出来 没问题 早就看着玉帝老二不爽了 现在终于有机会弄他压的了 不自量力 山河设计图 特描打 又是这招 全力攻击 挡住山河设计图的吸力 顷刻之间 三人顿时就放出了自己的绝招 向着前方的虚空狠狠地劈了上去 在一连串的轰鸣声过后 山河设计图被打得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原本和虚空连为一体的画卷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不过现在也算是陷入了僵持当中 想要轰开山河设计图把人给救出来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就在此时的幽冥界无边血海处 只见大地碎裂 无数的火焰分散在四周 这显然是刚刚也经历过一场大战 二弟 六儿 你们先回花果山 俺老孙稍后就到 没问题 大哥 不过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们在花果山等你 苏悟空 今天你逃不了的 呵呵 明和老儿 俺老孙就没想过逃 留下来就是要和你算一算之前的旧账 我们下车都可以 我们下车都可以 走 我 感谢观看